下出这个门大家都会说我是公民记者 大家好不好 没有人敢点头 那其实这是广义的公民记者 怎么说呢 我自己的认知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现场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公民记者 我们的明海大哥 佩佛的哥 明海大哥他公民记者的部分 他非常关心游民 所以他常在说做他的游民大梦 那同时他最近也是对公民记者这一个 其实我们这个会是一个议题 这个只是一个校数引发大家连锁的反应 对公民记者这件事情的一个思索 高峰嘉老师也讲得很棒 就是这个其实只是一个途径 一个途径 所以说原来在各个NGO的领域 不同领域做公益事业的朋友们 负责人们 你可以运用公民记者的整一个途径 所以以后不用找我淑琳来报道 你自己就可以报道 对经过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自己报道 对不对 现在是负责任啊 没有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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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家老师 那除了明海大哥以外呢 我们的那个长龙姐 长龙姐原来 他讲一个笑话非常好玩 他原来是电影的制作 我说 这样不是制作人吗 他说不 制作人才是人 制作不是人 然后呢 他非常喜欢机器 所以说长龙姐的部分 他很会影像处理 非常棒的 他每一个人有在公民记者的部分 有他不同的强项 还有我们大声工的台柱 我们的好奇宝宝 只要有好奇宝宝在的时候就会有实况转播 还有再来公民记者不是完全好哦 你们没有听过在大声工公民记者培训班 能够在这里上课上到送去英国留学的 对环境越来越关心的我们的模范生 大声带慧宁 他是安排来替广的好不好 等一下还有其他哦 然后呢有一位就是刚刚我一直在讲 有狭义的公民记者广义的公民记者 那有一个广义的公民记者 原来是我 那个什么 原能会啊 我一直忘记他那个 他是原来原能会里面的主管 那现在他呃也是公民记者 那他投入那个豆腐保护的领域 我们的王维之大哥 我一直忘记他到底是在哪里 只是后来有一次赵家伟来叫他长官 我就很生气说 你看你的独家都不给我们 OK 然后呢其他的 因为不好意思我记事 然后因为有一些认识的不多 现场有没有自己是公民记者 我还没有介绍到他 有没有 哦我有举手 他就是我 那我是两年前 那误导物状上的呃呃呃 大概设大的课 然后之后就是到信头可 所以现在在场有人可能也会问我说 啊为什么介绍公民记者 那不是在Pepo Pepo以外还有个信头可 那事实上我也是大声公区信头可 卧底的记者 对 然后呢事实上就是呃 公民记者他其实 我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后面 那我会去靠海 对那所以我其实有靠海在Pepo 也有靠海在信头可 也有靠海在管子到处都会 因为猴鸟会飞嘛 好虽然身体飞飞的人也是会飞 OK 那公民记者以外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那个NGO的林投阳非常多 第一个我们先介绍我们最帅的普天生雕塑馆的普馆长 他是普天生的第三个儿子 他很喜欢人家叫他三哥 然后呢事实上普馆长我一直跟他说你其实自己就是公民记者 所以宁海大哥你也没过来照啊 因为他的Facebook是非那个可看度非常高 除了说普天生雕塑馆自己办的活动以外 因为他的外公就是陈陈波 对那所以他会去参加那一代非常有名的文化的那个部分 就是盯他的Facebook就对了 然后呢隔壁的这一个非常美丽的 他姓古但是人不古 是大西古厕 180年古厕的第几代 第五代传人 厉害吧 他同时他们在大西推古厕再生 因为他们的古宅是在和平老街 和平老街上有非常多很值得看的故事 那事实上他也会 他的Facebook的特色是他会贴很多古老的照片 贴给他爸爸 对 然后呢 他们同时在大西推 就是等一下如果有机会可以让他介绍 因为他其实他在po那个讯息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公民记者 对所以以后我有讯息可以给你 然后呢 那接下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朋友 那就是 因为我本身是有医疗的背景 那所以刚刚老师有讲到 那公民记者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醒思就是说 也许我们在采访的这个手法上 需要再学习 但是以我原来的专业 我需要这个采访的界面 可以去推广我想要推广的东西 所以除了这个也是可以谈到公民记者的领域 所以今天能够有这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们来 也是非常棒 比如说文化的部分 然后就是那个历史的部分 然后有一个非常特别是我们有一位那个安妮良虎的专家 本来今天是很期待洪佑伦大哥他资产生活家的那个部分 在社区被动社区健康服务的部分 可以来可以做一下交流 他可能非常忙 那所以我们这一位王玉安妮良虎的专家 他现在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 因为刚好通教老师讲到他自护的部分了 那王玉护理长他在安妮良虎的部分是 今天真的是非常幸运 是你想请他上课他要排斥酒好不好 然后非常的忙碌 但是他退休之后他非常想要推安妮的居家 里面有一块非常特别的是在家里往生 我们可能有接触到就是有一些朋友 那他可能有就是即将临终的部分 在医院里面想要排到安妮病房就非常难 对那怎么样可以接受死亡 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能够回到家里与他亲爱的家人 他很熟悉的环境里面安然往生 那这个也是我后面会再去指望运部长的部分 那也可以这一块将来是如果投到公立资库的部分 就是有需要的人他可以上去取一些资料 所以不只是可以去旅游去玩 这个是非常棒的地方 那要去旅游去玩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场一个非常有名的生态老师 是谁 姚郑周老师 就要吐掉 对 他长期的帮助原住民 对那所以盯他的Facebook 你就可以知道哪里去玩 什么时候可以玩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那个是因为今天那个华山社区发展协会的宝贵节 他跟我讲他连学校都没有时间 但是他有派一个来卧底 就是我们阿本大哥 他们目前华山在做的一个也是跟公民资库非常的像 是台湾故事本 文化部推的台湾故事本 就是阿公阿嬷讲故事 那个故事也是上传到某一个网站上面去 然后大家可以取用 然后所以那个明慧大哥杰特今天没有来 对公民记者 介绍到这边公民记者也需要传承 所以我们这一代刚那个黄佳老师说他还没有要退休 但是今天有下一代来了 我的女儿来了 北历大美术设计 美术行政 哦 艺术管理 我一直 一直 这是你女儿吗 这是什么女儿啊 抗议抗议 是啊 那你去念DNA嘛 那就是 事实上他念什么我一直搞不清楚 然后呢 我只知道 我只 因为他其实是该女儿啦 那我只知道 他爸爸跟我说 他毕业以后可以当馆长 随附馆长 好不好 等下交换一下影片 第二代来了 本来明慧大哥的儿子也报名了 那他是替代役 对 那是不是没请到假还是怎么样 明慧大哥的 对 然后我们简单介绍下各个领域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休息五分钟就好 因为 因为我们要照顾一下大家健康 厕所再往前死走 那旁边有饮水 五分钟之后回来 好 那就是手下有发言条 你们现在这个中间五分钟休息的时间 麻烦发言条就可以交给老师 你可以不属灵 如果你害羞的话 你跑踢管 对 等一下 有一个非常重要我安排踢管的 就是今天讲的是公民智库 那以前我们概念就是智库都是母政党啦 然后或者是政府他养了非常多的人才 那才能够汇集那些他们研究啦 什么这些资料 变成是政策可以参考的智库 那我们现场有一个文化大学的博士 我一直也是以为我都跟他说 你到底是社工博士还是社福博士 我一直也搞不清楚 我连女儿都搞不清楚了 我们的林卉生 你会问博士 他一直交代我 你不要讲他 他讲出他是在 就是我们往前持走的 杭州埋乎那里的一个智库 不要讲他蓝丝来绿色 知道为什么 好那会馆旁边 对 蛤 对对对 他就是 那就是说公民记者 他的公民报导 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智库 他是 我认识他到现在都一直在读书啦 不是读书就教书 那我们这样子的 平民老百姓的庶民 我们的公民报导 可不可以变成智库 变成是政府的那个 就是政策被采用 一般人可以取用的 一个公开的资料库 好那我们三分钟之后 我会来 大家三分钟 哈哈哈哈 OK 好不好 谢谢 那谢谢